好下我们看一下第三个考点 代位权 代位权跟撤销权 都属于合同的保存措施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代位权 举个例子啊 A的话呢 他欠B100万 A是债务人 B的话债权人 A到期不换B的钱 然后C的话还欠A 100万已经到期 但是A的话呢 他待遇形式对C的到期债权 这就是一个三角债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去处理 A签B的钱到期不换 C签的钱到期 也不好去要 你不要的话呢 我带你去要 这就是代位权 但在实际工作中 并不是B直接找C要钱 而是B的话呢 他作为远告 以这个C作为这个被告 提起代位权诉讼 C的话给他起个名 C的话是债务人的债务人 债务人的平方 叫次债务人 他是以次债务人 以C的话作为被告 请求人民法院判决 C向B直接换100万 如果人民法院 经过审理认定的 B的代位权成立 的确符合 这个刑者代位权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 判决C向B还了100万 这时候三角债就没了 这AB之间 AC之间 他的债权账关系 同时消灭 他如果B对C 提起诉讼的时间 是2015年的 这个4月10号 提起的诉讼 C向B还钱的好数 但如果提起了诉讼 他说那人民法院 最终的话呢 这个博会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没还钱 因此呢 这个B对A B的话接着搞A A的话接着搞C 这个诉讼时效 前面走的几个月 中断 清零 是从2015年的4月10号 重新开始计算 这个点的话 前面我们讲第二章 诉讼时效中断的时候 曾经讲过这个问题 但讲的是 大家效果清楚 这个如果提起 代物权诉讼 也就是B形式代物权 它的条件是什么 大家定住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的话 是倒期 倒期的话呢 大家就两个倒期 第一个倒期 是B对A的债权 要倒期 然后第二个是A对C的债权 倒期 两个债权都倒期 这才可以 这是第一个关键词 在第二个关键词的话呢 是合法 合法的话 他讲的是B对A的债权 A对C的债权都合法 你这个债权合法才可以 如果不合法的话 你还好意思 敢去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吗 A签B一百万 签的是赌博的债务 我们俩赌博他签我一百万 你去那干嘛呢 你自己就进去了 这是基本的条件 但是关键的问题 有两个 第一个呢 是待遇行事 大家搞清 什么叫待遇行事 C签A的钱 倒期 如果C不还钱 站在A的角度 他可以对C提起诉讼 或者是呢 这个申请仲裁 他如果A对C不提起诉讼 或者不申请仲裁 就构成待遇行事 什么意思呢 那如果C签A的钱 倒期不还 A的话整天派人去敲门要钱 不管是口头的形式 还是书面的形式 要求C换钱 光去要钱 但是没有对C提起诉讼 或者申请仲裁 照样是构成待遇行事 所以什么叫待遇行事 你光去书面 口头要钱不行 只要不诉讼 或者不仲裁 就构成待遇行事 然后再看一下 这个第四个关键词 是金钱 金钱的话指的是 他如果B对C 行事待遇权 签结是什么呢 是C签A的 C签A的话呢 必须是钱 而不是其他的债务 什么意思呢 如果A跟C之间 签的是买卖合同 如果A向C 已经支付了货款 然后C向A发货 如果C不向A发货 他欠的是货 在这种情况下 说B能不能对C 提起诉讼 让C的话呢 将一百万的货 交给B 行不行 这种情况不行 也就是说 这个债务人 对次债务人 享有的是 到期的就金钱 给付内容的 到期债务 这才可以 C签A的是钱 而不是其他的债务 大家把这些基本问题 搞定之后 让我们看一下了 从考试的角度 第一个盯住 什么叫卸贷行为 特别是纪念教材 对这块新增了 一句话 前面说过 如果债务人 只是以书面 或者口头的形式 催促次债务人 履行债务 但是并没有就此 提起诉讼 或者申请重彩的 仍构成卸贷 照样是待于行事 照样是可以行事 待会权 三调解释 他如果专属于债务人 自身的债权 是不能行事 待会权 什么叫专属于 债务人 自身的债权 什么叫专属于 这点大家必须考清楚 不要求你会默契 但是靠单选 或者多选题的时候 必须掌握 先看一下 这个第一是基于抚养关系 然后第二个基于抚养关系 两个都是抚养 然后第三 赡养关系 赡养的话好说 赡养的话呢 晚辈对长辈 这是呢 赡养 然后看第二个抚养 抚养的话是抚摸的 这个抚养 抚养是晚辈 对 就是长辈对晚辈 这是抚养 观念第一个抚养 这个抚养的话 是掺扶的 这是品味之间 像夫妻之间 兄弟姐妹之间 这个抚养关系 这是基于两个抚养关系 赡养关系 然后第四是继承关系 这是跟人身有关的 这个给付请求权 以及这个劳动报酬 这个退休金 养老金 这个抚恤金 然后安置费 这个人寿保险 还有这个人身伤害 派偿请求金 那么这些 都是专属债务人 自身的债权 他是不能行使 待会权 这句话如何理解 咱们举个例子看一下 比如 那甲 欠一百万 甲是债务人 你的话是债权人 到期不换钱 你的话是债权人 经过调查发现 这么一个问题 那当时丙 开车的话呢 给甲撞了 需要向甲赔偿 一百万 但是一百万 包括两块 第一块呢 有人民法院判决的话 判得很清楚 第一个呢 是把甲人撞坏了 这个人身伤害 赔偿请求金 赔人这块呢 赔的是八十万 然后把甲的车撞坏了 谈到呢 这个财产 赔偿 需要赔二十万 总共赔一百万 现在的话 他如果甲对比用 待遇行使 倒计债权 如果待遇行使 在这种情况下 在你的角度 他可以对 哪个债务 他可以行使待遇权 对财产保险 这个二十万 可以 但是对 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 这个八十万 他不能行使待遇权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身伤害 赔偿请求权 这是专属债务的 自身的债权 他不能行使 待遇权 这个好理解 关键看 第三个解释 这是经验教材 新增的 他这个债权人的债权 他不受 是否专属于 债权自身的限制 这句话如何理解 咱们举个例子看一下 比如说 A 开车把B给撞 赔偿之战 需要赔 赔一百万 这是把这个B的身体 给撞坏了 人身伤害 开场请求权 赔一百万 A是债务人 B的话债权人 A到期的话呢 不还钱 所以需要搞清 这个一百万 因为是人身伤害 赔偿求权 是专属于 专属于这个B 自身的这个债权 然后B的话 则债权人 经过调查发现呢 这个C C的话呢 说当年 把A的话给撞 C撞A A撞B 那当时 C把A撞坏的时候 这时候呢 其中赔一百万 C向A的话赔一百万 在这一百万的话呢 前面解释过 其中有八十万 这是人身伤害 赔偿请求权 有二十万的话呢 是财产 财产损失 赔偿 然后看一下 这个怎么去处理 首先的话呢 对这个八十万 这个B 能行使 能行使贷位权吗 不行 因为这个八十万 是专属于债务人A 自身的债权 是专属于债务人A 自身的债权 它不能行使贷位权 这个好有疑问 但是对这二十万 能行使贷位权吗 能不能行使 大家搞清 站在B的角度 他那个一百万的债权 也是专属于债权人 自身的债权 但是他这个债权 能不能行使贷位权的时候 这块他不受 是否专属于债权 自身的债权 跟这块没有关系 B的债权 它是不是专属于 B自身的债权 跟这没关系 所以对这个二十万 B的话照样 它行使贷位权 没问题 但如果是专属于债务人 自身的债权 这个B就不能行使贷位权 听懂了吧 这块应该没问题 赚得过来 因为B的话 我是债权人 是不是专属于我自身的 也不用管 但如果你 人家是专属于债务人 自身的债权 你这时候 你不能行使贷位权 好 叫他们再举几个例子 小环件 第一题是 驻汉04年 考虑的一个多选题 可债权人假 要债务人以 待遇行使其债权 给自己造成损害 准备提起贷位权 诉讼 下了个想说 这个不能提起 贷位权诉讼的 是什么 也就是说 哪个是专属于债务人 自身的债权 看选A 安置费 给付请求权 这是专属于 不能行使贷位权 选B 劳动报酬请求权 是专属于 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不能行使 选C 人身伤害 赔偿请求权 专属于不能行使 然后选D 因为继承关系 产生的给付请求权 是专属于债务人 自身的债权 这四个选项 都是专属于 不能行使贷位权 再看第二题 15年考了一个单选题 说贾对乙的债务前当期 已接满 却没有履行 乙的话准备 就贾对他人 想有的债权 提及到权诉讼 根据规定 贾想有的下类债权中 也可以代位行使的是什么 因为贾的话呢 他是债务人 也就是判断一下 如果是专属于假 自身的债权 就不能行使代位权 选A 付序金 这是专属于 不能行使 选B 劳动报酬请求权 专属于 不能行使 选C 人身伤害 赔偿请求权 专属于 不能行使 选D 财产损害 赔偿请求权 这个可不是专属于 他是可以行使代位权 人家你挑的是哪个 可以行使 选D就可以 好 下二肯第三题 说贾对义 相有 5万块钱的债权 已到清偿期限 但是债务人 一直宣称 无能力清偿欠款 假经过调查发现 一对丁 相有三个月后 到期的 七千块钱债权 那么这个七千块钱 首先判断 他是三个月之后 才到期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债权到期了吗 债务人 对次债务人 丁他债权 尚未到期 没到期的情况下 这块不能行使 代位权 老吴 因赌博 欠以八千块钱 这个赌债 赌债的话 这是不是合法的 这块不行 而另外 已在半年前 发生交通事故 因事故中的人身伤害 对柄相有 一万块钱债权 这个人身伤害 赌偿请求权 这是专属于 这个一万块钱 是不能行使代位权 然后因事故中的 这个财产损失 对柄相有 五千块钱债权 这个是可以行使 代位权 然后这块就不再啰嗦了 什么叫人身伤害 赌偿请求权 什么叫财产损失 哪个可以行使 哪个不能行使 都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专属于 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包括什么 那个十几条 再强调一下 不要求你会默契 但是必须记住 这是行使的条件 好 下个第二个 是代物权诉讼 诉讼的话呢 大家把基本的概念搞清 还是画一个图 A的话千比百万 A是债务人 B的话债权人 A的话 它大于行使 对C的这个盗期债权 于是呢 B作原告 以C的话 作为被告 他提起代物权诉讼 找哪个地方的人民法院呢 找这个被告住所地 谁是被告呢 次账人C 是被告 这第一个 找哪个人民法院来管辖 但第二点 谁是原告 谁是被告 都没问题 然后这个A的话呢 它叫什么 债务人 叫诉讼上的 这个第三人 它叫第三人 因为这个B是远告 以C的话 作为被告 进行诉讼 关键看第三条 如果债权人胜诉的 这个诉讼费用 诉讼费用的话呢 是由次债务人来承担 从实际的债权中 优险之后 那么其他的 这个必要费用 还是由债务人来承担 所以看这个费用的时候 需要区分诉讼费用 因为呢 当时B告C C是被告 打官司的时候 谁输官司 谁承担诉讼费用 因此如果B胜诉 说明C的话 败诉了 这时候这个诉讼费用 要次债务人C承担 但是其他的 一些必要费用 还有债务人A来承担 再看 这个第三条 是代表权行使的 这个法律效果 首先第一点 如果还钱了 这个三九债 就没了 这个好处 关键是第二条 这个债权的债权 就代表权行使的结果 它想有优先 受偿的权利 注意这点 这是考综合题的时候 考案例分析题 必须搞清 什么意思 还是A 它欠B一百万 A是债务人 B是债权人 A的话 它待遇行使 对C的这个倒计来权 于是B则远告 以C则备告 它提起了 代务权诉讼 人民法院判决 B胜诉 C向B的话 直接关了一百万 但是环境之后呢 突然冒出一个D D的话呢 由A欠D 还欠一百万 打官司的时候 D整天看足球 闲着没事 打官司的话 还没出现 当听说 C向B还钱了 D的话找到B A的话欠你一百万 他也欠我一百万 我让C还了一百万 咱哥俩平分 行不行 一边待着 那肯定不行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债权人 就代位权 行使的结果 他想有优先受偿的权 想有优先权 这是代位权 但是撤销权 他如果会讲 他是不享有优先权 再看一下第三条 在代位权诉讼中 次债务人 对债务人的抗辩 他该向债权人 主张 这个抗辩的问题 这什么意思呢 还是A千 B百万 A是债务人 B是债权人 A的话呢 他待遇行使 对C的 这个倒计债权 然后B对C 提起诉讼的时候 用B直接告C 让C向B 关一百万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C 他可以提出抗辩 什么抗辩呢 他说的确 我跟C直接 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有纠纷 因为他给我发的货 有问题 发的货有问题 这个C对A 他可以提出抗辩 但是现在呢 B告C 在这时候呢 他这个抗辩 就会向债权人 主张 这是可以的 然后第四条 只要债权人提起 戴尾权诉讼呢 应该认定 两个中断 第一个是B对A的债权 第二个是A对C的债权 都中断 两个都中断 但啰嗦和好几遍了 这是关系戴尾权 好笑容看一下 第二个措施 叫撤销权 谈到撤销权呢 这个考点也是非常重要 韩人这句话 戴尾权跟撤销权 非常重要 是不是出题 那是出题老师的选 站在考生的角度 必须修炼长 因为讲第四章 会讲撤销权 咱后边讲的第八章 讲破产 还会讲这个撤销 但是破产跟不破产 规定是不一样的 而且驻快08年 专门考了一个综合体 主要考的这个撤销权 那这块怎么去区分呢 因为讲戴尾权的时候 它这个消极行为 撤销权呢 是一个积极行为 这个怎么去理解 在复习过程中 大家盯住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哪些行为可以撤销 第一个盯行为 第二个盯时间 第三个盯 诉讼 首先我们看一下 哪些行为可以撤销 咱们画张图看一下 A 千比一百万 A的话是债务人 B的话是债权人 这个债务人的话呢 它是折腾 积极行为 看一下有三种行为 第一个是呢 它放弃 放弃对C的 这个债权 谈到放弃的时候 大家需要仔细听 这个99年 在制定合同法的时候 它只是规定 它如果A 放弃 到期债权 对B造成损害的 B的话可以申请撤销 但是后来出台的司法解释 对这个范围 进行扩大 那么什么叫放弃呢 第一个 如果放弃的是 到期债权 对B造成损害 可以撤销 那第二种情况呢 如果放弃的是 未到期债权 对B造成损害 当然可以申请撤销 第三种情况呢 我没放弃债权 我放弃的是债权担保 什么意思呢 C7A 100万 我这个债权没放弃 但是当时C 拿办公楼设定抵押 我放弃的是担保 放弃担保的话呢 如果对B造成损害 对放弃担保这个行为 照样可以申请撤销 而第四种情况 是C7A 100万 本来是05年4月1号 就到期了 这个C的话呢 大家考虑 站在A的角度 我没放弃债权 我只是恶意延长 到期债权的 旅行期限 本来15年4月1号到期 我爸还钱的时间 给他延长到 2099年4月1号 2099年 反正我是赶不上 在这种情况下 这么解除 恶意延长 到期债权的 旅行期限 跟放弃差不太多了 只要对B造成损害 照样是可以申请撤销 这是呢 这个放弃 这是第一种行为 再看第二种行为 他是 这无偿的 这个转让财产 将一个100万的设备 如果摆送给C 不管是放弃 还是无偿转让 C都是占便宜了 他没有支付 代价 占便宜了 所以对这两种行为 大家搞清 不管C 是善意的 还是恶意的 都是可以撤销 你不管善意还是恶意 不管是不是知道 知道A钱B的钱 不管善意恶意 都是可以撤销 这是前两种行为 再看第三种行为 他如果A将100万的设备 作价40万就卖个定 这是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 进行交易 造成财产的不正当减少 造成财产的一个不当减少 因为本来市场价格100万 你非卖40万造成不正当减少 这三种行为都是造成不正当减少 但是对这个第三种行为 能不能撤销呢 需要盯住什么 盯住这个D 善意还是恶意 如果D 善意的 善意的话呢 这个行为就不能撤销 如果D是恶意的 他明明知道A钱B的钱 明明知道这个事 低于市场价格 这个行为就是可以撤销 这块要区分 善意还是恶意的问题 那就学校清 大家问你这个出来了 什么叫明显不合理呢 这个多明显 叫明显不合理 这个后来出带的司法解释 它有一个标准 标准的话呢 这个分界线是30% 只要超过30% 叫明显不合理 什么意思呢 无非两种情况 你到底是卖东西 还是买东西 如果卖东西的时候 这个交易时 交易地 它的市场价格100万 然后你卖了68万 这个低于了 这个市场价格 这块刚68% 超过30% 就是你这个 跟正常的价值 超过30%了 这是造成不正当减少 这就明显不合理 或者买东西的时候呢 交易时交易地 这个市场价格100万 但是你非得花 132万去买 你多花钱 你多花钱的话 它就需要搞清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不欠别人的钱 你不欠币的钱 你说富二代 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你关键你欠着别人的钱了 然后你去买东西的时候 你装傻充愣的 多花钱 造成财产的 都账乱减少 只要超过市场价格 那个绝对值 超百分之30 就构成明显不合理 对这种行为 看一下了 这个能不能撤销呢 大家区分 这个第三人 善意还是恶意的问题 这点大家就需要搞清 就是哪些行为 他可以撤销 具体的条纹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就可以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到期的问题 到期的话呢 这个基本的概念 大家学会 这什么意思呢 他欠B的钱 欠100万 A是债务人 B的话是 这个债权人 这个借款的时间 是从2015年的 1月1号 到2017年的 这个1月1号 这是借款的期间 然后在这个时间里面 这个A 他放弃 对C的债权 他放弃债权的 这个行为 发生在2016年的 这个4月1号 对于这个行为 这个B的话 能申请撤销吗 来学考清 因为他放弃债权的时候 站在B的角度 你这个债权并没有到期 这个能撤销吗 那就消分清 如果是讲撤销权 站在B的角度呢 他债权 无论到期 还是没有到期 都可以行使 这个撤销权 他对B的债权 有可能造成损害 他都可以申请撤销 但是前面讲代位权呢 代位权的话 比于是 你的债权都到期的情况下 就两个债权都到期 才可以行使代位权 但是撤销权 无论是不是到期 都可以行使 撤销权 这个区别消分清 这是第一点 需要这第二点 A欠B 当时欠的是一百万 但是他放弃债权 放弃的是一千万 然后B在申请撤销的时候 那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撤销这个行为 那么请求撤销的时候 能撤销这一千万吗 这点消分清 不管是代位权还是撤销权 是以他自己的债权为限 因为A向B只接了一百万 你申请撤销的时候呢 只能撤销这个一百万 不能就整个一千万撤销 所以这点大家需要分清楚 跟代位权这块规定是一样的 好想看第二点 是撤销权行使的期限 能不能撤销呢 两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 是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撤销是有值期 在一年之内撤销 自知道值期超过一年 撤销权就消灭了 然后第二个标准 自债务人的行为 发生值期超过五年 自发生值期超过五年 这个撤销权也消灭 不管一年还是五年 这个时间都是处斥区间 什么叫处斥区间呢 咱们前面讲第二章 讲过这是一个不变期间 也谈不上终止中断 或者延长的问题 只要过了这个时间 它的实体权力 这个撤销权就消灭了 但是每次讲到这 小老琢磨 说这一年五年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举个例子看一下 A签B百万 A是债务人 B的话债权人 然后A放弃 对C的债权 放弃这个行为 发生的时间 是2012年的 这个4月1号 这是发生的时间 从实际发生 往后推五年 截止到2017年的 这个4月1号 无非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如果B B的话 他知道的时间 知道撤销室友 知道的时间 如果是2013年的 这个3月1号 就知道了 在这种情况下 自知道之期 在一年内申请撤销 就算往后属一年 并没有超过五年 再调整情况 如果B知道的时间 已经是2017年的 7月1号 自发生之期 超过五年了 你的撤销权也消灭 所以是先看五年 先看是不是过五年了 在五年之内 从知道之期一年 如果你一下子 超过五年 这个撤销就消灭 这话听着并不陌生 咱们前面讲第二章 讲那个诉讼时效的时候 咱们讲过一个什么 两年跟二十年 它的这个基本的思路 是一样的 好 下来看一下 第三 是撤销权诉讼 诉讼的话呢 谁是远告 谁是被告 大家要区分 咱们就个例子看一下 A 他钱不一百万 A是债务人 B的话是债权人 A的话呢 他放弃 对C的这个到期债权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B的话呢 他是远告 谁是被告呢 他是债务人 作为被告 以A的话呢 作为被告 这个C C的话 只是诉讼上的 这个第三人 你看到这的话 发现跟代位权一样吗 代位权的话 是以那个第三人 以那个次债务人 作为被告 来讲撤销权的时候 他这个债务人 作为被告 这个规定 必须搞清 再看第二点 这个相关的费用 由你向法院提起诉讼 申请撤销 需要花律师债率费 拆率费 这些必要费用 这个费用税承担呢 他是由债务人来负担 只有当第三人 有过错的时候 才适当的负担 也就是说正常情况 只有债务人负担 只有第三方有过错 才适当的 这个负担 然后再看 第四个点 是行使撤销权的 这个法律效果 像第一条 和这些行为 前面讲的那三种行为 一旦被人民法院 这个确认 这个撤销权成立 只要被撤销了 已经撤销 债务人的处分行为 即贵于无效 是自使无效 只要被撤销了 就是自使无效 再看第二点 这个撤销权行使的目的 是恢复 债务人财产的正常税 你不是折腾吗 造成财产不正当减少吗 通过撤销 恢复财产的正常水平 因此债权人 就撤销权 行使的结果 并没有优先受伤的权力 这点是跟那个代位权 它的一个区别 那么讲到这的话呢 帮大家总结一下 这个代位权和撤销权 它的区别 最主要的区别 该怎么去处理 我们画张图 比看这个表 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怎么去处理 首先的话呢 先把关系搞清 A的话 欠比一百万 A是债务人 B的话是债权人 他如果 A这个待遇行使 对C的倒计债权 待遇行使 先判断 这是待遇权 但是呢 说A欠比一百万 A是债务人 B的话债权人 他如果A这个放弃 对C的倒计债权 放弃的话呢 这个行为 考的是撤销权 他撤销权的话 三种行为 第一个是放弃 第二是无常转让 第三是以明显 波罗的价格 进行交易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他们两个的区别 区别的话 首先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区别 第一个区别 是谁是被告 如果讲待遇权的话 他是以 C 以次债务人 的被告 讲撤销权的时候 他这个债务人 A 作为被告 被告记住了 谁是第三人 诉讼中的第三人 就好说了 然后再看一下 第二个区别 是关于 这个 是不是享有 优先受伤的权利 讲优先权的时候 这个待遇权 他的债权人 叫待遇权的结果 享有优先受伤权 但是撤销权的话呢 不享有 再看第三个区别 是关于相关的费用 怎么处理 费用的话 在讲待遇权的时候 这个诉讼费用 谁承担呢 诉讼费用 前提是债权人胜诉的 诉讼费用 是由次债务人 C来承担 然后其他的 这个费用 还是由债务人 来承担 由这个A来承担 但是讲撤销权呢 那些律师代理费 拆旅费 这些费用 去承担 正常情况下呢 是由这个债务人 A来承担 只有当第三方 有过错的时候 有过错 双方恶意串通 有过错 有过错的情况下呢 这个第三人 才适当的分担 前提是第三人 得有过错 这是费用承担的问题 然后再看一下 第四个区别 是是不是到期 讲到期的时候 你总问一下 如果B对C 它行使 提起的是 这个代位权诉讼 代位权的话 是B对A的债权 A对C的债权 都到期 两个都到期的情况下 才能行使代位权 但是撤销权呢 撤销权呢 首先 B对A的债权 无论是不是到期 只要A在那折腾 对B造成损害 都可以 行使撤销权 这是B的债权 到不到期 不要求 然后如果A 它放弃 对C的债权 我们说的是放弃 放弃债权的时候 无论放弃的是 到期债权 还是放弃 未到期债权 只要对B造成损害 都可以主张撤销 所以这是代位权跟撤销权的 这个四项区别 大家需要做清楚 咱们上课讲 技术班的时候 之所以用这么长时间 讲代位权跟撤销权 就是向大家 对这两个概念 需要准确理解 后面第八章 我们讲破产的时候 还会再讲代位权 跟撤销权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点 好 笑容讲第三单元 合同的担保 咱们讲四个考点 第一个是粉担保 第二个考点 是担保合同 它的效率 和担保责任 第三是保证 第四的话是定金 当然这个重点的话 肯定是保证 但定金的话 咱们主会也经常出题 先看第一个 反担保 反担保的话呢 它基本的概念是什么 什么叫反担保 基础般 讲一遍 事后就不再讲 我们举个例子看一下 A 劝B百万 A的话是债务人 B是债权人 这个C C的话是A的 这个保证人 而且承担连带保证 什么叫连带保证呢 A 只要不还钱 站在B的角度 他可以找A 也可以直接找C 爱找谁找谁 爱要多少 要多少 A不还钱 说B的话呢 找C 要一百万 没问题 如果C帮人还钱了 这事跟B就没关系了 这个C的话 变成新的债权人 C去找A去追这个钱 但是C担心什么呢 我帮你还钱了 我去找你 我够意思了 你不够意思怎么办呢 他是呢 当时A找C的时候 说你给我提供保证 这个C说提供保证可以 你给我提供反担保 于是A拿自己的设备 他设定的是抵押 给谁设定抵押呢 是给C设定的这个抵押 所以你记住这个抵押顺序 第一步 A倒极不还钱 B先找谁呢 他先找C要钱 这个设备跟B有关系吗 没有 这B找他要钱 如果呢 这个C C的话帮人还钱了 C找谁要钱 C去找A要钱 如果 这A给C钱了 跟这个设备也没关系 如果A不给C钱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C对那个设备 就可以行事 抵押权 拍卖变卖 这是可以 这是反担保 本来是C为A提供担保 但是C呢 反过来要求A 给他提供担保 这是反担保 然后我们看一下 当这个C要求A 给他提供反担保的时候 反担保的形式 是什么呢 也就是C找A 让A提供反担保的时候 注意A的话几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的话呢 可以拿 这个财产 设定抵押 或者是质押 但这个抵押质押 可以是A的 也可以是呢 我在找好朋友D 这是可以 他可以是他自己的 也可以是第四方的 那个财产 抵押质押 没问题 但也可以呢 让这个D D的话 作为这个保证人 这是可以 这是反担保的形式 他可以是保证 抵押 质押 但是包括留置跟定金吗 不行 因为这个担保的类型 是五个 保证 抵押 质押 留置 和定金 但是这个反担保的类型 就这三个 他可以是第三方 实际上是第四方了 第四方提供的保证 也可以是债务人 或者第四方提供的抵押 质押 留置定金 不行 这就是反担保 基本的问题 基础班听过一遍 就够了 你考虑要都背他干嘛呢 好笑 我看第二个问题 是担保合同的效率 与担保责任 那么这块怎么去理解 大方向搞清楚 讲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他是主合同 跟担保合同 前提是什么呢 他这个担保合同无效了 怎么处理 担保合同无效 然后你就要盯住 他怎么不效 然后第二个情况呢 是主合同解除 主合同解除了 这个担保合同 是继续有效的 这两种大方向搞清楚 咱们首先呢 看一下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是担保合同无效 无效你盯住 他怎么无效的 我们画张图看一下 前提是担保合同无效 无效的话 无非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是主合同 本身有效 但是担保合同 因为自身原因 无效 他自身无效 那这时候 你盯住什么呢 盯住 债权人 有没有过错 如果债权人 他没有过错 他不知道 他没有过错 没过错的情况下 怎么去处理 这时候 尽管担保合同无效了 担保合同无效 意味着担保人 他不需要根据担保合同 承担担保责任 因为担保合同无效 他不需要根据担保合同 承担担保责任 但是债权人没毛病 没毛病的情况下呢 这个债务人 和担保人 应当对于这个债权的损失 需要承担这个连带的赔偿责任 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 这是他没过错 这么处理 但如果债权人有过错呢 有过错的情况 有过错的话 这时候 这个债权人 他必须首先找债务人 先找债务人 然后对债务人 不足清场的部分 在找担保人 在找担保人的时候 最多找担保人 承担多少呢 承担那个债务人 不能清场部分的二分之一 这块有二分之一这个数字 这个拿红笔 肯定笑话了 这块我鼓励你话 这是第一种情况 好笑看第二种情况 他如果主合同无效 导致了担保合同无效 因为担保合同是从合同 主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随之无效 但是你需要盯住什么呢 盯住担保人 有没有过错 如果担保人没过错 这时候他就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因为什么呢 本来这个担保合同无效 就是因为主合同无效引发的 他自己又没毛病 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但如果担保人有过错呢 有过错的情况下 这时候债权人 先找谁呢 还是先找债务人 然后对债务人 不能清场的部分 再找担保人 找担保人的时候 要多少呢 要债务人 不能清场部分的三分之一 这块不能超过三分之一 所以一个二分之一 一个三分之一 放一块 放一块的话 大家注意了 这是大的方向 包括这两种 在细分的时候呢 是一二三四 总共是四种情况 这四种情况 放一块 咱们住快零三年 非典那年 考过一次单选题 然后盯着二分之一 还是三分之一 这四种情况 搞清 事没完 如果考一个综合体 咱们去理解 咱们就立刻看一下 例如 A公司 向 B银行 贷款 一千万 A是债务人 B的话债权人 然后假这个上市公司 为A的债务 提供担保 上市公司跟B直接 签订担保合同 但是呢 事后警察 A是上市公司的股东 你现在没学过公司法 我不怪你 但事后呢 考见说话 你能知道 如果上市公司 为股东的债务 提供担保 他必须由股东大会 做出决议 就是必须由股东大会 做决议 而且做决议的时候呢 接受担保的股东 他必须毁避 毁避之后 该是向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其他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过半数度 但事后警察 说这个事项呢 根本没有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没有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怎么去处理 这个主合同 接款合同 是有效的 担保合同 因为自身原因 不效 在这种情况下 盯住什么呢 盯住债权人 有没有过错 如果题目告诉你 说B的银行 他没有过错 指的是我不知道 A是上市公司的股东 不知道这个事儿 没有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既然他不知道 那么A到期 不还钱 B银行的损失 一千万 一千万怎么就处理呢 这个时候 这个A 债务人跟担保人 应当对于这个债权的损失 承担这个连带 赔偿责任 既然是连带赔偿 又是什么呢 爱找谁找谁 爱要多少就要多少 再看第二种情况 他如果债权人 有过错 他明知道 A是上市公司的股东 明知道这个事儿 没有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有过错 A到期不还钱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处理 再强调一下 这个B这个银行 能不能让假这个上市公司 依据担保合同 承担担保责任 行不行 因为你这个担保合同 是无效的 无效 所以呢不能让上市公司 依据担保合同 承担担保责任 但承担什么责任呢 这个B的话 先找谁呢 先找A去要钱 对A的全部财产 依法强制执行 如果经过执行 说全部财产的话 是400万 对这个不足的600万 找假药 能要全部600万吗 不行 最多要600万的多少啊 这块是二分之一 最多要300万才可以 这是第一种情况 担保合同无效 该怎么去处理 好笑我看一下了 怪第二种情况 如果是主合同解除 怎么处理 我们先把条文念一遍 我上课很少念条文 给大家念一遍 说主合同解除之后 担保人对债务人 因他承担的民事责任 仍需要承担担保责任 除非担保合同另有决定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看一下 A 向B借了100万 A是债务人 B是债权人 C的话是 这个保证人 这100万的话呢 分两笔发放 第一笔的话 先发放六顺 第二笔的话 发放四顺 拿到六顺之后 A擅自改变 借款合同约定的用途 他改变借款用途 本来说好 在这买设备 A的话都买了冰棍 吃也吃不了 一边吃一边化 最后呢 把六顺全都没了 自己也拿肚子了 现在问题是 改变用途了 B可以怎么做呢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 如果借款人 擅自改变 借款用途 银行三个选择 第一个是 停止发放 40万 第二个选择 提前收回 60万 第三个选择 解除合同 他是选择 这个解除合同 大家搞清楚 借款合同是主合同 如果主合同解除了 这个BC之间 这个担保合同 还有效吗 担保合同照样是有效 担保合同有效 既然有效的话 又是什么 对于这个A 不能清场的 这个60万 然后B找C 要这个60万的时候 C说 我听老师说过 有二分之一 或者三分之一 我最多给你30万 行不行 不行 因为是 这个条件再看一遍 主合同解除之后 担保人 对债务人 应当承担的 这个60万的民事责任 他仍需要承担 担保责任 承担60万的担保责任 因为担保合同 是有效的 可这会儿谈不上 二分之一 跟三分之一的问题 我给你这讲就到这了 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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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